哈喽哈喽 大家早上好啊 现在呢 我跟樱桃送一家明去上学 一家明现在长 那么高 是个32年级的 大男生 给大家看看啊 大家不是视频里面 说好久没看到家明了吗 一切都准备就绪了 旅行搭着樱桃已经在车上了 装的那是满满又当当了 看这里 樱桃的狗粮 送给老甲头的尿不吃 还有里面送给他女儿的玩具 都在这一边 还有工具随切的工具 充气泵千斤顶 还有那个电动扳手 这里还有个户外垫 另外一边 露营的椅子 然后这些是 钓鱼的窝料 这全都是钓鱼的东西 全是钓鱼的东西 然后 鱼竿 里面的钓箱 然后钓鱼的东西呢 就放在这一块了 我钓台没有带 因为钓台实在是装不进了 这钓台我就不带了 然后现在露露在帮我整理车上的东西 主要是带了件棉袄 没有地方放 你看 还堆在这边等等把它装起来 樱桃已经准备就绪 我们随着拍个进一进就好了 然后我后期那个 你骗人 真的 胖屁你 真的 你肯定骗人 真的 你早说我洗个头啊 真的 咱们这就出发了啊 没有过多的言语 跟我老婆 say goodbye 阿婷带上樱桃就 雷雷球了 雷雷球 再别说了 前两天一直在下雨 今天呢 艳阳高照 选了个好儿子出门 从来没有 我硬是熬过了雨天 因为以前出门 必下雨 这次我一定要选个好天气出门 就是今天 这是阿婷的小小旅行搭子 樱桃一只成年的雪纳瑞小母狗 今年是三岁 三岁多一点点啊 很活泼 很好动 很有领地意识 也很壮 阿婷房车旅行一直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先谈一谈咱们今年的任务吧 主线 目前的主线呢 主线任务是给老甲头去送尿不湿 还有他宝宝用的玩具 直线任务呢 得先去北轮 找宝明吃顿饭 让他请我吃顿饭 这每次出门的 必做的直线 咱们虽然有两年没有自驾了 但是这个直线任务不能忘 好 来一首快乐的歌 没问题 来听听快乐的歌吧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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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去吧 那挺尴尬的 我ETC没办好 其实我是办过的 但是我遇到了ETC诈骗 我网上把那个ETC 它让我充值300块钱的用 这应该是个骗局吧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然后我就没办 我还是在路上办嘛 然后到时候寄到云南去 美吧 这就是阿婷的家乡 向山信 大家有机会的话 可以来我们这边玩 吃海鲜 去前面的服务区去加个油 加个尿素 现在呢 咱们往着北轮 在进发 距离北轮呢 还有30公里左右呢 还有半个小时的路程就到了 先第一站 咱们先 毕竟这么久没出来 房车自驾了 适应一下 先适应一下 然后明天再 多做点路吧 今天先去蹭一顿 有很多朋友啊 其实我看到网上留言说 阿婷你现在的拍摄方式 已经落伤了 已经不流行啦 但是怎么说呢 大家难道喜欢看那种只有几十秒的那种房车旅行吗 那种都是文案啊 视频啊 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那种我感觉不是旅行 我还是喜欢那种实打实的记录生活了 就一条视频十来分钟 我觉得能记录我一天的事情 你让我拍那种几十秒的视频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我就是感觉没什么内容啊 我自己以后看起来 我可能看了这条几十秒的视频 我都回想不起来 我那一天发生了什么 怎么说呢 时代的进步 我觉得 长视频可能不讨喜吧 但是 这是我喜欢的拍摄方式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啊 有没有什么意见 或者建议 我个人还是喜欢这样 长视频的记录了 不喜欢那种 经过文案啊 精心设计的这种几十秒的这种视频 我感觉那就 旅行的话太无趣了 短短几十秒 也体现不出 旅行的 画面呀 樱桃已经睡得很香了 估计是 昨天生病了 其实到今天还没有完全 恢复 估计是还是 有点累的 亲爱的同学们 叔叔们 姐姐们 阿姨们 弟弟们 妹妹们 明波 明波北轮站这么到了 房车自驾环游全国第一天 咱们先 适应一下 走个短途 百来公里 适应一下 这马上到了 就在那一条街上就保证着店 唐城洗布 这个房车开起来是蛮轻松的 相比正常那种大C型 这个已经小很多了 开起来什么 电道什么都蛮轻松了 就是要注意高度 拐弯的时候不要拐得那么急 就OK了 咱们已经到了 但是呢过来就让我 过来就让我搬货 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盖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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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撑这顿饭 无论 真是燥焙 这里的一车祸都是我穴的 刚才 可以 我干的还不够卖力吗 真的是醉了 一点都没偷懒 我手机我开了 重温大同V80 保民的运货车 也是大同V80 四中党的 现在是傍晚的6点20分 这个饭不蹭也罢了 心神神干活干到现在 还在干 都是刚才搬的 天亮搬到了 天黑 现在是晚上的8点12分 我跟樱桃把驻车地找好了 停在了保民家的小区里 刚刚给樱桃喂了狗粮 昨天身体不适 今天恢复了正常 跟他狗粮吃的老欢了 一下子就把狗粮全吃完了 现在我遛完他了 樱桃也遛好了 现在我跟保民准备去吃饭了 樱桃就留在家里看家了 樱桃看家了 看家了 给你们看一下驻车位 驻车位子 是北轮的某小区 小区里面的停车场 就停在这了 然后明天起床 咱们就正式出发 哇 太难了 这蹭个饭 后悔了 这个支线任务咱们不做也罢 干了整整 三个小时的活 搬货 送货 裂开了裂开了 吃饭吃饭 今天晚上一定要吃他一顿狠的 这饭蹭的 裂开了 裂啊 我说蹭你顿饭真不容易啊 太不容易了 8点半了 下去吃饭 终于吃饭了 终于吃饭了 在哪里 保民带我来吃 是霸王牛肉 我没吃过 他说这个在北伦特别特别火 新霸王牛肉 一个字 鲜 这样他保民带我说特别好吃 但是我一看这个锅底 这是个清汤锅 这啥吗 萝卜 苹果 你萝卜的锅底不香 这苹果 苹果 苹果枸杞 芹菜 哈哈 这什么锅底啊 哈哈 这个成本我算一下 一块钱没有吧 跟我说特别好吃 我一点不太相信 他这个是清汤啊 清汤啊 清汤 牛肉煮进去 味道都在牛肉里面 味道就是味道都在牛肉里面 先喝汤 尝一下尝一下 忒不容易了 为了吃这种饭 忒不容易了 他这个家的苹果 汤还是蛮清甜的 然后盛汤的时候把这些杂质全都过滤掉 就是一碗 很干净的 牛肉 牛肉汤 然后这个吃法就把牛肉捞出来 再切一切 蘸汤汁 蘸蘸料汁 蛮奇怪的 这活没白干 吃饱了 王明带我来踩耳 一条龙 踩个耳 因为我的脚受伤了 所以只能踩个耳 我们现在踩耳 准备回去休息了 这是我给樱桃带的牛肉 一大坨 等着给它撕开来 给它吃 我猜猜有什么味道 你就是这个味道再好 牛肉呀 啊 你说 你说什么大蒜味 对啊 我就说 一个什么 原来就是个牛肉的味道 但是我没闻到 因为我嘴巴里面全是大蒜味 我回来了 樱桃我闻到了 看这一坨 刚才吃那个霸王牛肉 带回来的牛肉 它是清水煮的 所以说味道不是很重啊 可以给樱桃吃的 撕一下给你啊 香的嘞 不要吃吗 干嘛不要吃啊 好的 这是买来的饮料 还有一盒杏仁府 等到吃完我带大家去溜一下 上个厕所 然后我们准备睡觉 太累了 太累了 不知不觉干了一天的活 北轮 我北轮的晚上真的好冷啊 现在 车内的温度是 车内的温度是20.3度 非常非常冷 现在准备上床刷牙洗脸睡觉 我感觉我这温度我都得开柴暖了 樱桃的狗碗就放在这 放在这 哎呀给它证明一下 它的一个小玩具就放在这 小床就放在这 虽然它不睡啊 它这有个地方 它喜欢睡驾驶室 还有要么睡我上面的后被子 要么是睡在 额头床里面的那条 东背里面 那里很很软很暖和的 刷牙洗脸 贼的 这温度我想开才暖 现在整个车里面的电 还有 93.6% 看我这个 这个下面的膜我都没撕掉 撕了一半 没撕了 这个撕撕挺麻烦的 然后打开 这是一个翻折式的洗手盆 里面呢 刷牙洗脸的都在 在里面 就不影响 不影响 这个是后面自己装的那个 装牙背的 结果出门的时候忘记加水了 感觉得找个地方去加个水 给你们看一下 这是露露今天帮我整的 是带着两件 樱桃穿的小衣服 两件 这是上面的柜子 露露帮我整好的 整的干干净净 我自己整的话 我自己整的话 整不了这么整齐 塞的满满当当 满满当当 这里樱桃的狗粮 还有两件衣服 然后这边拧了两 这边拧了两个挂钩 可以挂在上面 超级整齐 柜子 碗筷 这一个是樱桃的零食 还有它的 钙片啊 一些保健品什么之类的 整的蛮整齐的 这里是纸巾 还有一个小药箱 剪了视频再睡吧 毕竟已经出发了 要进入工作状态 我们明天呢 就醒了 然后就直接离开北轮 然后往云南方向走 明天呢 就是开车的一天 走到哪算哪 走到哪算哪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就到这儿了 大家晚安 Good night Good night Good night 因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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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大家说晚安 嗯 一定会 不就是 那 都 都